那时候回来台湾 我觉得给我冲击很大的 就是2012年我妈开始洗肾 原本我爸妈是一段时间 就会来美国一趟 然后我妈开始洗肾之后 就他们就没办法去美国 那再短短的两年我妈就走了 两年好像是不长不短的时间 但在对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人 两年就是见一次面 那第二次其实就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在圣诞节的前夕 美国这边 大家都在准备做圣诞节 家里就打一个电话说 是不是要赶快回来 那回来其实就是 就是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其实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职业诊所帮你绳兜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最近内容测展的大主题 职场好好学 这集我们要学的是 如何看待挫折 今天的来宾 她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 AI Labs创办人 杜一锦先生 这集的声音 取自于我们拍摄 他人物影片的音档 可能声音没有像录音室 那么的干净 但是因为内容 很具有启发性 所以我们也邀请听众 一起共学共好 杜一锦当年就读 台大自工系的时候 创办了PTT网站 至今还是普遍 被社会大众使用着 大学毕业之后 他先到美国联邦政府的 卫生研究院NIH 从事基因训练跟癌症 自动化检测研究 在2006年加入了美国微软 参与储存技术开发 然后在2013年 他因为母亲病为去世 新生回台湾的念头 在2017年回台湾 创办了AI Labs实验室 拍摄杜一锦的人物影片 受挫力是我们访谈 他其中的一个主题 他从学习到工作 一路上都是精彩的实验 自觉没什么挫折 当然也就无所谓 受挫力的议题 唯独他当母亲 对于生命的逝去 尤其在异乡工作 遗憾难免 一起来听听杜一锦 如何看待挫折 好像您是一直以实验的精神 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我不是在找工作 其实我是在找问题 我也是在找解决 那其实这个 好像其实就是你平常的生活 跟呼吸一样的自然 如果说我们这样问说 在过去不管是求学 美国 然后再回来台湾 过程一定有挫折 有没有这种情境 我觉得其实是我非常幸运 就是高中时代我身边 就是同学就是 很多就是 不管什么升学 不管这个所谓的成功罗马的 我们就去做 我们觉得对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大学时代 我觉得其实 每个时代一定都会有一些 新的创造发明 它其实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技术刚刚ready 但是会影响到后面20年 但当时的人不太知道 可以拿来做什么 那其实像我大学时代 internet就是这个东西 刚好在internet的这个时代 我又很lucky的 像在学校 它是比较 比较不是那种很自私 会要求学生一定要做什么 比如说台大老师 其实相对来讲 不是那种填压式的教育 其实只是教导技能 然后之后就让学生自己去发展 所以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很庆幸的就是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的不管是师长 他们其实都是很鼓励 创新发想 那我身边的同学 其实也都是一个比一个有创意 对 那很自然而然就是 在这种环境之下 就是会主动去 我觉得就是会主动去找到问题 然后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其实人的一生 其实它是就像蝴蝶效应 它是一个很多的小的决定 这个小的决定 你在当时看的好像不起眼 但是在之后就是会影响你很多的发展 就比如说像当时 当叶林凤青的站长 然后还去 当然站长觉得这个需要BBS管得太多 所以自己有一个多的486电脑 就把它架了PTT 那架了PTT 当时在架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它之后会变成一个 一个精神 然后变成影响到台湾网路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同样的就是说当离开PTT的时候 在台大除了比如说那时候做出位图书馆 出位博物馆计划 那我到中央院 洪一平老师那边去做研究 以及到台大医院去做了相关的一些支援系统 因为台大集中的关系 也不知道这偶然就是因为我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就当大家都还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 我可以得到现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个工作计划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讲 很多的想法都是稍纵几次 但是你会多做一些事情 你在做多事情的当下 其实你不知道它之后的影响是什么 甚至在当下做了一阵子之后 还会有人问你说你干嘛做这个 就比如说像做PTT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记得也是有很多人他会不客气的说 这个好像是学生时代的玩具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PTT不是有丢水球吗 然后我们想要把它做到跨不同的平台 到PC上面也可以丢 在手机上面也可以丢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问了产业的大佬 我就不讲是谁 但那个产业大佬就直接讲 就是说我都要禁止我的员工上网了 我还会让他在我的电脑丢水球 但是你要去想那时候PTT的丢水球 是比NSN Messenger 是比LINE 是比什么这个 其实那时候连QQ这家工作都不存在 腾讯都不存在 我们可能是最早想要做到跨平台 可以去传讯息的这种工具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些东西是启发我 就比如说启发我们去建的PTT 有些时候我也take了一些的Rise 所以我没有把这个丢水球 继续往下做下去 但你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在后面 你再往前看 你就会发现 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就得到了什么 我没有做这个决定 其实我们也会miss什么 但是往前看是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遗憾 我还记得有一些moment 就是我那时候毕业时候 特别想要出国的原因就是 就发现同学都出国了 其实Compute Science在台湾 有一段时间都是 台湾最顶尖的人才 一毕业就出国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觉得 那边的科技公司的工作 际遇会比较高 那台湾其实好像留在这里 我就是要写Driver 要写Frameway 就是比较是服务于 某一个已经成功的企业 下面的软体公司 所以软体人才在 在我那个时候算是 严重出走的 那当然也感谢这个机会 所以我到了美国 所以我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美国的软体的 这个社会发展的环境 会比好像会比较台湾好 其实当然这个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思维上面的问题 那其实我会决定回来 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在美国做微软工作 我是做得还蛮开心的 那时候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回来 一方面就是家人 其实在台湾只要是 第一代去美国工作的 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家人到一个时间 你就会觉得 好像一年只能见一次面 那你到 你接下来的时间 你还会见多少面 就是你开始会有这种想法 那时候回来台湾 我觉得给我冲击很大的 就是2012年我妈开始洗肾 原本我爸妈是一段时间 就会来美国一趟 然后我妈开始洗肾之后 就他们就没办法去美国 那再短短的两年 我妈就走了 两年好像是不长不短的时间 但在对一个在美国工作的 两年就是见一次面 那第二次其实就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在圣诞节的前夕 美国这边 大家都在准备做圣诞节 家里就打一个电话说 你是不是要赶快回来 那回来其实就是 就是没有见到最后一年 其实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就是说 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 跟你从小成长 就是照顾你成长大的人 到生病到他离开 他其实就是短短的 如果人在国外 他其实就是短短的一瞬间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最顶尖的软体的工程师 就是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出国之后 就不知道怎么回国 不知道怎么回国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比较没有这种精神在去做创造反应 因为其实软体你要去建立一个好的应用平台 他这个生态系的建立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give and take的这个过程 我们好像就是一定要设定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很明确的订单 我们才可以去做执行 但其实通常很多时候在这个软体的上面 是不见得是行得通的 没错 我们是的确要把这种想法 很快的收敛产品化 而且要能够执行出来 但是他的过程会是发散收敛发散收敛 他其实是有一个软体的cycle在 那这个 因为台湾并不像美国在矽谷有非常多的大的软体公司 他成功的经验 他其实很自然很难 就会在小的软体公司在软体新创成长的时候 这过程中是可以这样子去成长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时候觉得 既然我有选择的话 那我选择回来台湾 然后我有选择 那大家也跟着有选择 可以回来台湾 那我们一起在台湾去做一些尝试 我刚回来台湾 其实大家常问我的问题是 怎么样才会成功 怎么样才不会失败 但其实这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当你问什么样才会成功 其实大家就只会做那件事情 但是当我们在讲软体的创新 一个价值经验的创新 常常是像实验精神 那实验精神是不怕失败 就一次又一次 每个Spring 我们就尝试一个MVP release 然后再得到feedback的这种过程 那这个实验精神 本来就是会有很多的失败 所以我们在PTT当初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Port 3000跟3010吗 Port 3000到3010就是可以放自己独立的程式 让新开发的程式让大家去尝试 程式好的我们去尝试 比如说什么PB啊 电子机啊 就是晚上一个想法就把它Coding完成 Coding完成之后就放上这个Port Port大家尝试完之后 好了就留下来 不好就roll back 这就是一个实验精神 它其实一个成功的release 它可能就实验了好几次 当我们在做软体创新的时候 或是数位创新的时候 失败是很正常的 应该说实验的精神 本身就是要能够在失败中得到经验 那经验中找到新的方向跟想法 所以当你在问说怎么样才不会失败 这是错的 应该是说你要怎么样去 可以很快的看出 第一个是很快的把你的东西做出来之后 让客户可以用得到 可以感觉得到 那就由你真正的target audience的使用的结果 你可以很快的定出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去做 改进的目标 这其实就是高度的iteration release and iteration的这种概念 那也就是现在的 其实在PD本来就有这个概念 但是到后来 当然所谓的这个密切式开发的概念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 AI Labs创办人杜一锦 在刚刚的音档说了一句话 如果只问成功 你就永远只会做这件事 当他把工作堪称一场实验 自然也就更能够面对眼前的挫折 甚至不把挫折当成挫折 反而视为未来某个时间里 或者是在千里之外 会产生影响力的蝴蝶效应 一起学起来哦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